拉米魔幻小说对于我们传统的旧小说重新的加以改造 你可以看这个伯尔赫斯的小说里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东方故事的影子 比如说阿拉伯童话的影子 你仔细去看它的结构 还有它的内核 它讲故事的主题 时间是怎么如何反复重复的轮回的 都是我们东方哲学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拉米的魔幻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就是东西方同时交融 然后全球化诞生的一个东西 它并不是属于拉米这个地区特有的文化 它是一个全球化之后的 所有的故事 所有前人类故事汇总了之后 然后诞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文学方式 这是魔幻文学 一般我不大喜欢 就是在魔幻文学前面加拉米两次的 因为魔幻文学这个形式和题材是属于前人 比如说我们说俄罗斯的某些作家写现实主义特别好 托尔斯泰像这样的作家 就是现实主义的 还有有些是自然主义的作家都有 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现实主义规功于某一个国 文学发展到今天 它已经是个全球化的事业 它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垄断的一个东西 可能科学家是有国籍的 可能政治家是有国籍的 但是文学家是解决对也没有国籍的 文学这个领域是全球化的 越民族的越世界 越世界的 越国之 that